22岁的四川青年去北京寻找机会 他一边放弃工作一边又求职无门 令人费解的选择背后是一个打工家族的痛与祸 今天是2013年正月十一 四川省南中火车站 兵满了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 他们正在等待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 这是他们新一年打拼的开始 这个年轻人名叫罗光明 今年22岁 这次他要跟着在北京做排骨生意的姨妈和姨父 去北京找工作 虽然他们只买到了站的 但是这个年轻人还是显得非常兴奋 那工作吧 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先干着 你你想是什么呢 我理想 那肯定就是过上好的生活的 你能找到你想工作 我想想去修车吗 去修车吗 那小时车就在路里 应该是从早到晚吧 我感觉 很早就起来弄菜里去吧 三点两天多 因为以前我爷爷也是在那个小先生里 做那种菜 他也是早上 这几天是进城高峰 罗光明他们三个人提前好几天订票 才仅仅买到了站台 车厢里拥挤不堪 几乎连卖腿的空间都不够 累了也只能在地上坐一会 几个小时过去 罗光明已经感觉有些疲惫 其实就在五天前 罗光明还没有决定去北京 而他的母亲陈翠英 正在为他春节后去那里谋生 而焦急不已 陈翠英和丈夫常年在浙江等地打工 干的都是最辛苦的体力活 十几年下来 落下了一身的病 他和妹妹陈玉英商量 希望妹妹能带罗光明去北京 找个好点的工作 在农村 在农村有两个儿子 但如今 他们辍学在家 还要求人找出路 这让陈翠英的丈夫 感觉颜面无光 夫妻俩也经常为孩子的事情 争吵起来 陈翠英内心非常焦虑 因为他和当地许多农民一样 常年在外无光 有时候两三年才能见到孩子一面 两个儿子从小就缺少陪伴和教育 他们初中刚毕业就出学了 孩子的前途和家庭的经济压力 让已经四十多岁的陈翠英 感觉难以四分 今天准备这房子要重新弄 我需要小房子 这房子太简单了 太窄了 我还需要你去摸摸 把他打算 我得小一切 这个就不小个样看 出去多挣两钱是吧 多挣两钱 这房子不好看 等你俩儿子给你都挣点钱回来 把房子修个漂亮 你收钱了 知道吧 一碗哭了 我这个生活下去 生死了四个生 都是这些我儿子收钱回来 收的一收 他这得哭啊 他得转我成 走过来你看嘛 别死 想着妹妹妹夫 在首都北京 打拼多年 见多识过 陈翠英夫妻俩 最终还是拜托他们 和两个儿子谈一谈 和他们确定下来 春节后的计划 罗光明和弟弟罗光辉 辍学之后 不断没能学到什么技能 还沾染上了吸烟的坏习惯 作为母亲 陈翠英的心里 有说不出的愧疚和无奈 陈翠英与杨赤举 也有一儿一女 他们的孩子 也常年在老家上学 儿子杨波 今年在镇上读初中三年级 而两个外甥面临外出谋生 三个男孩 对未来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 你觉得你胡书记之后 你觉得是上学好 还是打工好 书记啊 按现在说的话 要说 读书吧 有读书的好处 上学吧 打工吧 打工的话 就是说累一点 自由不足够自由 都差不多 那如果现在二年 还回去上学 你愿意吗 现在 现在上学是读初级 我拉回去 当初那个 审得初级是爸妈妈 你出去了 还是自己要做初级 自己 当时怎么想 杨波 要让你现在出去打工 你去吧 不去啊 不去 啊 不想去 这外边太累了 还是多说好 多说好 那你跟你这两个哥哥 观点不一样的 不是观点不一样的 他现在又不同了 他受了一不 是吧 有什么不同啊 当他面临刚好之后 看他成熟不了了 成熟不了了的话还可以 成熟不了 那就不行 那时候我有点自信心的话 我就读初了 我就不会催他 杨波 要是你高考 要是考得没考上 那你是准备 复读还是去考 复读 只在考上为止 只在考上为止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就是南部易中吧 杨波想上学 罗光明更向往外面的世界 但是他却一直没有能拿下主意 到底是在老家再继续待下去 还是去北京寻找出路 主客 有 三个主客 有 同学给大家 这基本的养孩子 养 结婚 那你过了 那你去下坐啥的 坐飞机 下会有钱坐飞机 人吗 就是屋子这么是吧 坐飞机 跟着钱 在当地农村地少人多 青年人除非考上大学出去 其余的基本上只有进城务工 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多了中途来 还能不能坐 我说 哪怕再紧 在哪里 我说我都让他坐视嘛 他一个不多 两个不多 他不愿呢 这个时候 他说不愿没办法 他自己愿意 想退出去打工嘛 我说 只有你要收买 因为说 哪个脑 给你付钞票 你坐 我说不愿意 我说妙话少来 现在 你对这说 喊他现在 说 要收买 要收买 喊他收买 他不收买 看认识他不收买 他都出去 搞个啥子门路嘛 今天那超飞飞 不知道出去干什么 嗯 想让他们出去吧 出去 跟他们出去 在家里 你看这个样子 百姓家里 什么都跑出去 在年轻人 都是外面 跑四年 都出去的 像年轻人都出去办公 那您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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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 今天都回家了 我今天这两个年都回家 原来以前都是两年三年回去吃家 多长时间能看见了两个儿子 多长两三年 两三年 两三年能看见一次 嗯 他们在那个小孩 自己让我姐姐 花的时间少了 好吗 好吗 那现在 是不是成高队了 有没有比 不行 当副副的肯定到结婚 那你说的孩子没错吗 什么算的 我想的是 我教育就是我这个老大 老大还没 还有媳妇还没说好嘛 陈玉英从小就和姐姐感情很深 看着姐姐比前两年苍老了许多 她有一个说不出的心态 多几天就要回北京 她希望这次能够帮助姐姐 度落难关 这两天 杨士举和陈玉英夫妻俩 心里也很不失滋味 和姐姐陈翠英一样 他们外出务工二十年 也很少能照顾孩子 如今 儿子即将考高中 女儿也要考初中 他们依然无法陪伴 这两个孩子身边 他们很清楚 如果他们未来考不出农村 也将面临出去务工的问题 有时就找大哥 有时候才去砍大婆 对不对 你是个鬼 你是卫生 只打了一个个鬼 是一个妹妹嘛 你得关心多 关心点 她本来就有点 内向 是吧 平坦的 男儿汉要有前途 才有 有个家 有前途才有家 有家 有前途才养不了家 知道 你没有前途也养 养家养不了 去打工 永远就是 看人家的脸 挣那个钱不是那么容易 知道吗 这个机器干嘛 打米用的 杨波今年15岁 是家里还在上学的几个孩子当中最大的 由于家里的大人都在外打工 她除了平日里上学 还要照顾几个弟弟妹妹 因此 她的负担 比同龄的孩子 多了十多 杨士举和陈玉英的心理 总觉得亏欠儿子太多 有时候好像我们反 就从小啊 就说没怎么管 这一走 他就现在都满上 对 比如妈妈的家 他们说 妈妈的家的 妈妈说不行 这样吧 男人呢 应该挑起家中的责任 那你觉得你的生活有希望吗 有啊 你觉得希望在哪 希望 我现在的希望用于学习上 因为学习 知识能改变一切啊 所以我要通过我的学习 来改变我的生活现状 眼下 最让陈玉英着急的 就是姐姐托夫的事情 她决心带外省去北京 但是临近出发 却还迟迟没有她的消息 你愿意干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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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嘛 那边再应该干啥子呢 修车 那边再打了嘛 不愿意干啥子呢 想好了吗 想好了能给你帮忙呢 想好了啊 我想好啊 怎么着 说定了吗 定了定了 怎么着 怎么说 她去 出吧 她想在北京去 给她找个修车 她想去修修车 老大 她想修修车 拿钱 然后拿钱 那她什么时候过来 她明天早上吧 就是跟您一块走 跟我们一块一起走 她是不是特别希望 能让她那边踏实点是吧 经过这两天的考虑 罗光明最终还是决定 跟姨妈和姨父 一起去北京 明天 他们就出发 我希望她是干的 找个好活 是刚刚出来 什么事到的 刚刚到 干的 嗯 好的 背着 我脱手 你手 没得上 你给我拿上菜去啊 嗯 嗯 送你了 妈咪没送你啊 他们回去了 嗯 刚刚地儿送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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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嗯 咳 ,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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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从成都开往北京票价最便宜的一趟火车 每年一过春节都会挤满了着急返程务工的农民 两千多公里的路程上乘客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着 车厢也越来越拥挤 我今年五十多 那您觉得您去北京 将近十个小时的颠簸 没有座位的罗光明有些坐立不安 他开始感觉到了一种疲劳和烦躁 多多人了 还是难受吧 真累 这是什么 累吧 不累啊 不累 再一会儿 还没修的怎么会做不行呢 就是喔 Elon Button ,就是浮世了,所以就彼此就是浮世了。 你做 그렇죠? еди,你说別的- 反正就彼此行吗? 鄉下的是浮世了有浮世了很久。 浮世一Notro 那么显然就发现浮世了会浮世了一下浮世了 演自派 gibt很久。 nak是你的那个 raised? 以前那些时候,已经学了一年开始了aki worried。 多光明想不明白 姨父已经在北京务工二十年 每年往返家乡 居然还挤在这样不堪的火车里 这个不好做 你坐长了嘛也累 你站长了嘛你就更累 马基小姐你自己不想坐车呗 就是有点不想坐 太累了坐在上面 拿去找车走 那没办法 你为了生活对吧 下回不坐这样坐 马基小姐坐什么呀 坐飞机 下回有钱坐飞机 人吗 就是屋子这么做 坐飞机 给他钱啊 整的 在乳里呗 在乳里呗 什么的目标就得动 旅客朋友 轻车前方将要到达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经过一天一夜 两千多公里的行程 他们终于抵达了北京 在北京也弄了也是很美的一个城市 大家要开始直接努力啊加油 下大两个加油吧 你一定要加油呗 要加油吗 我们等 等待罗公民的一切都是未知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城市里 他还没想好将如何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他更不知道 等待他的 将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为了给外甥找到工作 杨士举一到北京 便开始在周边寻找招工的机会 他首先想到的 他平日经常路过的商业繁华地点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年前还很繁华的一片商业街 居然被拆的只剩下一片废墟 原本还信心满满的他 这才意识到 光明找工作的事 看来不会那么简单 之后杨士举又和妻子去附近的超市专了阵 依然没有招工的机会 眼下刚过完年 很多店铺和企业都还没有开张 而光明又没有什么遗迹之长 无奈之下 杨士举决定找认识的朋友帮忙 看能不能给光明找个事先做着 罗光明到底该如何面对竞争之后求职的艰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有点点 有点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